三级警戒学校陆续停课 连学生期待的毕业典礼也都线上举行 有些甚至停办 为了让小朋友留下美好的回忆 南投市一间幼儿园发挥巧思 举办得来宿毕业典礼 以两天的时间分批安排家长 带着幼童到校领毕业证书 并为小朋友准备一个难忘的毕业典礼 由学校控管进到校园扫QRCO 量体温喷酒精 每一项都要依照考核表严格执行 之后进入会场走上星光大道 由园长手中接下了人生第一张毕业证书 南投市一间幼儿园 为毕业生举办一场特别又难忘的毕业典礼 在今年因为遇到疫情的关系 那我们在五月的时候就已经变成是三级的一个警戒 所以整个毕业典礼或甚至一些大型的活动 全部都取消了 那我们真的觉得在二十届的这些毕业生真的有一点可惜 于是我们就是 头脑赶快绞尽脑汁 然后大家集思广益一下 然后就是想出一个这个得来数的一个方式 让孩子留下一个 至少我们还有为他们做些什么事情的一个 毕业的一个颁奖的一个典礼 大家好 我是小小梦想家长乐 我的梦想是 抓到十种宽愁 伴校已经有二十一年 以启蒙式教育启发幼儿的梦想 并引导学童如何突破挫折 疫情三级警戒 学校停课影响学童毕业典礼的举办 幼儿园化危机为转机 经过讨论之后 决定以分批到园的方式 为幼儿留下美好的回忆 那我们期待孩子们透过梦想计划 每一次有挫折的时候 怎么样挑战他的一个困难 然后能够越挫越勇 然后从小就建立起他的自信心 然后借着这样得来数一个个人的专属的 还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体验的一个毕业典礼 让孩子在这当中留下他人生一个美好的一个经验 那也这样子的一个祝福我们的孩子 在虽然在疫情的当中 他们仍然能够开心的来参加这样子的一个毕业典礼 带着全新的心情 进入人生的另一个学习阶段 幼儿园面对疫情 为学童举办不一样的毕业典礼 并举办学习成果发表 为学童量身定做的活动 让家长相当肯定 惊讶学校能这么费心的安排这一套 因为很多小朋友在停课的期间 他其实就是懵懵懂懂的 然后莫名其妙的就毕业了 然后进入小医生活 可能没有一个衔接感 这就画下一个美好的句点 让他们心中有一个像是仪式感的感觉 然后带着全新的心情进入下一个阶段 学校进行规划 20位学童分批已两天的时间 由家长陪伴到校 从园长手中借下毕业证书 并与师长们道别 为了让所有的幼童有参与感 园方也透过了线上会议软体 举办线上毕业典礼 让所有幼童留下更完美的生活会议 记者张东仁南投市采访报道